然後美國當然也憂心忡忡 所以經濟學人有一篇報導 美國的遠程導彈會重返歐洲 那要重新把歐洲給武裝起來 另外一頭把中俄逼到了一塊 中俄兩個軍事強國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最近這個事情 我覺得真的恐怕 讓美國很擔心 本來是三條島鏈 保護美國本土 沒想到走北邊 北冰洋 另外一條路 中國海警首次 當然雙方都是海警 刺激性比較低一點 進入了北冰洋海域 展開了一些聯合巡航等等 那過程當中有什麼登船領檢 當然是看看有沒有流刺網 不合法捕魚 生態等等 但你覺得目的只是生態跟環境嗎 當然不是 其中據說中國海警船 在有把泡衣解下 把泡衣解下 這意味著什麼呢 然後這個北極航道 也能夠讓航程縮短 所以不管是戰略的經濟上的 都有相當大的好處 順陽君怎麼看這一連串 一連串 我們首先講飛彈 當然中國的網民看得很爽 對 這個很碰風 這個快啦 直哪砸哪 其實東風飛彈的試射 真正只做到一個目標 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說我的投射器 可以涵蓋你美國每個地方 因為飛彈尤其是核子武器 並不在乎數量多少 是要能突穿 能夠打到 那以前美國有享有五六千發的優勢 中國大陸只有四百發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這四百發有一個非常好的投射的飛彈 可以突穿 而且進來變成十幾個彈頭 這個就造成美中之間的核子平衡 因為美國的六千發裡面 五千發裡面 大部分是義勇兵 就五六十歲以前的東西 你有本事改成現在這種高超音波 變成變幅變距的飛彈嗎 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 一算呢 中美雙方的核子算是平衡 你能威脅我的也就這麼多 我能威脅你的也能打得進去 這才是成就 雙方都不會動用 但是這是一個 第二個美國為什麼呢 美國對這個事情怎麼反應呢 我不是拿北國本土的核彈跟你對決 我把核彈部署到歐洲 把歐洲一起拖下水 因為你要對歐洲的核彈實施核報復的話 歐洲的核彈也對你實施報復 這是打群架的觀念 你知道吧 原來是我們兩個對決 我現在拉了蔡振元也在幫忙 拉了寒冰 我把飛彈放那邊 你打不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啊 每一個動作都有後面的戰略含義 第二個北冰洋 你知道我們遠東所有的航運呢 都要透過馬六加海峡到歐洲去做生意 美國很早就卡了這裡的 新加坡有它海軍基地 馬六加海峡有它的航母跟它的重巡 對不對 這樣的話它隨時可以斷 它斷掉不只是台灣 韓國 日本 中國大陸 東亞最附屬的這幾個國家的生意都被弄斷了 所以北冰洋開出一條捷徑來的話 航程縮少三千里到四千里 你卡住南邊的航道 我一帶一路從北邊 唯一的問題就是說 北邊的冰封期還是有兩三個月 對 氣候暖化還沒有暖化到全部開放 所以俄羅斯很多的破冰船 中國大陸也在做破冰船 海警也在這邊服務 那麼軍艦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聯合軍演都在這邊 這邊目前商船不多 可是阿拉斯加這邊的海域裡面 雙方的潛艇很多 海森威是俄羅斯潛艇的基地 對不對 美國的潛艇也喜歡往這邊跑 所以這個地方是 南邊搞菲律賓去搞中國 北邊俄羅斯跟中國在搞日本搞美國 大家你在下圍棋我在下象棋 就是一步一步來 這個是中美鬥爭 軍事上鬥爭的一個插曲 目前還沒有發揮完全的效果 因為這個航道是不是能在冬天還能全部開通 開通的話大部分的船都走這邊了 不再是蘇伊斯運河 印度洋 馬六甲海峽 你看中國大陸為了打通生意的道路花很大功夫 在泰國又修到緬甸那邊修出海口 對 當然這個不只經貿上 當然美國還是會用戰略角度來看 所以你怎麼看它 其中一個細節被挑出來講 就是特別把這個泡衣掀開來 我這邊要干預啊 這邊是我的這個巡邏範圍之內啊 這是海域的主張啊 要不然的話海警船不應該脫泡衣吧 做給你看啊 這是我的property 是我的領域啊 好 所以大家看得懂這一局 從俄烏戰爭開始造成世界的整個 我們看到這個坐標板塊移動 這個歐洲現在有這個戰火的陰霾 更不要說中東跟俄烏 打到現在為止死了多少人 當然這個死亡數字目前都是個機密 但是一個又一個破碎的家庭 我覺得就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因為大陸呢這個建政75週年 不是歡天喜地慶祝了國慶 那他們政策也做多 也就選在國慶前 所以你看到9月26號 這個政治局開會釋出大力多 三大力多之後 不得了就在國慶前營造 一個真真正正的是那種 哇 舉國歡騰啊 老百姓都覺得自己賺了錢 自己的房 房價又開始漲了 股市可以賺錢 就是那個整個慶祝對國家的 向心力出來了 那另外一頭呢 這個俄羅斯不是用匕首 去打了這個烏克蘭的F16基地嗎 那到底這個F16被擊碎了幾架 因為F16對於烏克蘭來講 太珍貴了 那消息眾說紛紛 都沒有得到證實 但倒是很特別 這位美軍的遺霜 好像不小心洩漏了一些數字 這位美國軍事顧問的這個妻子 在社群媒體上寫 他說我的丈夫死了 非常的悲憤 他是因為可惡的外國教官計畫而死的 有人還在對這五架損失的F16感到沮喪 意思就是烏克蘭至少有五架F16被轟炸 對不對 那當然烏克蘭是否認 但是你覺得呢 當然這個到底F16被炸毀了幾架 不知道 但是倒是因為他的這一篇 在憤怒悲憤之下寫的文章 大家深信不疑 數字出來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